12月的塞维尔临近冬季 寒风吹过叫人难受 但车窗外阳光明媚气候 和山坡上密密麻麻橄榄树 验证了这里不愧是生产液态黄金 橄榄油的毛利 车子开往中部15公里 终于来到这座大有来口的古斯曼庄园 古斯曼庄园时光静止在16世纪风情 当时的主人身份显赫 他是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家 哥伦布的儿子赫南多 赫南多开垦430公顷土地 种植橄榄树 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橄榄园 那时候庄主和工人同住屋檐下 从10月开始采收橄榄 利用至今依然叫人赞叹的古老器材 炼制橄榄油 半时速地就发现了 穿上了 长花草功能 银榄 分银榄 我连银榄 肌均 重银榄 突然是银榄 被连砾武器 顶是被戴人的矫段 和配搭 你會獲得脂肪 賀南多追隨父親航海腳步 出口橄欖油到新大陸 為王室賺進不少外匯 西班牙橄欖油雄霸全球市場 而實際上 國際橄欖理事會數據顯示 西班牙橄欖油產量和出口量 向來是全球之冠 去年就生產了140萬公噸 是義大利和希臘總產量的兩倍 儘管如此 世人只知道西班牙醃製橄欖著名 卻不知道就連義大利橄欖油品牌的原料 也來自動物國 而這樣的局勢 源自三十年代的異常浩劫 在二十年代 其實在三十年代 在三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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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默默為對手做嫁衣數十年後